我问问大家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最近这段时间这种行情 甭管你是吵了10年20年30年 我是从来 我觉得从来没有人遇到过现在这种行情 今天夸张到什么程度 上升指数涨了8% 生成值10% 创业版涨了15% 没有一个股市绿的 全红 眼睛一闭一睁 飘过去全部都是红色 增量了多少 增量了1.1万亿 市场的成交量已经来到了2.6万亿的成交量了 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估计只有15年14年的时候才有这种成交量吧 真的是 这个涨得这个头一目眩了 有时候真的不佩服我上海耶稣 那当然我今天也是红的 我是不好意思说 今天胆子比较大 因为我现在分了两个账户 各放了5万块钱 一个账户专做龙头战法 是我主要要做的 但是上来 你看看 这些大金融全部都你顶一字 没有机会啊 所以说这个情绪会有一个释放点 所以说我今天用了杂毛战法 那个账户也是5万 一个地方去了新股 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昨天那个最高版 断版的这个反包 今天呢都做成功了 也得益于这个市场啊 容错率会比较高 今天呢 5个W一共赚了5.7个W 那也是好起来了 一个账户反正这个月亏了3.5K 那这个新的账户这个月红了5.7个W 那这个月也算红了 国庆节之后回来到底会怎么样呢 反正还是交给市场吧 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市场已经完全啊 就已经跟这个K线啊什么 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 完全就是跳出理智之外了 说句难听的 你像想要什么线 他都给你画出来 而散户啊 这个拼命往里冲啊 他已经无所谓了 到底是走什么样的线 所以说还是看看 后面会不会慢慢好起来吧 所以说我那句话说挺对的 10月份是我这个人生转折点 我一定得把它抓住 当然啊 有一句话说的挺对的 当你疯狂的时候 有时候我也得保持这个理智 所以说走一步看一步 一定是最好的应病啊 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不是